我們剛剛很多的嘉賓都有提到 明年最大的一個影響因素是什麼 除了疫情之後的解封之外 最重要的其實還是俄乌戰爭了 這俄乌戰爭的確實 目前對於歐洲來說 已經快要拼命進入一個崩潰模式了 在歐洲的明年說要狂發債 這規模可能達到1.2兆歐元 關鍵數字是什麼 關鍵數字是GDP 持續的還是往下降到3.3% 而且它的通膨 還是高居於9.3% 9.3還不是最高的 很多人是比9.3還要來得高 而且救濟人數也增加了4成了 現在英國還可能像日本一樣 進入所謂衰退的10年 因為目前他們什麼都在漲 薪水沒有漲怎麼辦 英國的一個取暖銀行 就變成一個避風港了 甚至很多人是出來抗議的 因為勞工們說 我們明年的薪資可能就會變成 退回2006年的水準 那在德國的部分呢 他現在其實是這樣的 他現在就連消資都出來講說 是瀕臨了 極限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因為沒有能源的關係 所以從學生到生病的病人 到甚至你日常的生活 通通都是瀕臨極限 所以就讓他們反對黨的主席是怎麼講的 說歐洲是需要一個整體對華的戰略 是不能完全脫中的 而法國的部分 現在在前幾天的這個巴黎槍戰 目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 街頭上面的抗議衝突 而且蠻大的一個抗議衝突 那麼現在土耳其是已經召見了 法國大使表不滿 說你們現在到底對庫德族 有什麼樣的一個意見呢 你們是不是在這個 這一場事情的處理上頭 法國的政府你們的立場 到底是什麼 另外一件事情則是俄烏戰 我們剛剛講了 對於歐洲這一連串的影響 最大原因還是因為是俄烏戰 那12月26 普京昨天才剛剛去明斯科 會見了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 當中還有說要宣布一個 重大的國防消息 是什麼東西 在這個時候突然講 是說戰事要有轉折了嗎 因為俄國有專家講 在明年可能俄美是處於 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 美國突然有一個陸軍上校 跳出來講 說基本上現在軍援 烏克蘭這些重武器 可能他們不一定會用 那也許會由英美等國的 9萬名士兵 扮成烏克蘭軍 直接來操控 至於在普京的內部 則是在俄羅斯這邊傳出 說竟然常常會有 軍工業的人士 莫名的身亡 甚至還有前駐北約的 軍事代表離世了 到底他們內部 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在這一戰 對於烏克蘭來說 他們現在也傳出了 說願意二月的時候 來場和平會談 可是真的是有可能談嗎 原因是因為金融時報 再講說烏軍其實是傷亡慘重的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 烏克蘭的官員也提到了 說他們認為 美國基本上最快2023年會放棄支持烏克蘭 而烏克蘭這邊他們其實在同一時間說要和談 同一時間卻也說希望把俄羅斯逐出聯合國 大家就想你們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呢 因為你看看我們剛剛講了他們的外長說要有和平峰會 可另一部分是真的要放棄調停還是要什麼樣的一個左右搖擺 因為同一時間他們也想要來摧毀伊朗這邊的無人機工廠 甚至要扣押供應商 讓伊朗這裡是非常非常的反對的 來請教賴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的歐洲 美國的局勢真的是很混亂 也包括俄羅斯的情況都很混亂 確實是如此 而且情況是越來越糟 你看現在歐盟 他整個歐洲的國家的通貨膨脹實在是太高了 高到歐洲人也都覺得這是一個危險了 所以他必須要歐洲央行要生息 可是歐洲央行要生息 想把這個熱錢把它冷下來 但是由於這個經濟的衰敗 每個國家的財政都有很大的困難 那又必須要去發公債來去紓困 那你發公債來紓困 那你一旦生息以後 他公債的利息就更高 而這個公債拿出來以後 又丟到市場上 那其實錢又跑出去 擔心變成新歐債了 又變成一個新歐債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矛盾的情況 確實是使這些經濟的財政的決策者 他們面臨兩難的一個困境 因為通膨一直降不下來 美國其實通膨有好一點 可是也還沒降下來 大家都知道 這陷入一個很大的困境 英國從脫歐之後 英國當初也沒想過脫歐的情況 負作用會這麼的大 英國現在也一籌莫載 然後他本來寄望於美國給他 這個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也不肯給 所以英國現在又陷入 因為他英國先追隨美國 斷了跟中國的關係 本來英國跟大陸 有黃金十年的協議跟合作計劃 可是美國要求英國要追隨他 那麼跟大陸對抗 英國就完全追隨美國 斷了跟中國大陸的 黃金十年的協議 又脫歐 這也是滿足美國人的期望 好 那麼結果美國什麼也不給他 那這樣的情形下 英國整個陷入困境了 因為他跟中國大陸也很難回頭 可是往美國這邊要 美國也不肯給 美國也沒有能力給 我覺得英國也被處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才會估計說 英國可能會衰敗十年以上 那歐盟也好不到哪裡 然後美國現在的通膨也還沒解決 經濟還是處於嚴峻的一個狀態 所以整個情況下我們看到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混亂 那當然大家都希望說 俄烏的衝突盡快解決 可是看起來要解決的難度又高 那烏克蘭又提出不切實際的主張 說有聯合國的秘書長 聯合國的秘書長能做什麼 俄烏的衝突其實就是大國說了算 你北約 歐盟 美國 那麼大家 俄國 大陸大家坐起來一次談定 其實烏克蘭的空間是沒有的 其實是大國說了算 好 現在有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剛剛發布的 梅德韋傑夫他有個新的職務了 他去擔任俄羅斯的軍公委員會的副主席了 而且是第一副主席 等於是普丁之下就是梅德韋傑夫了 也就是您剛剛所提到的 很多的軍公企業的這些人 他們發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那這些情況下 現在由梅德韋傑夫來整個統合軍公企業 那也就是說一定要把俄羅斯的 軍隊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要供應得上 那一旦要供應得上 你看新訓練出來的30萬大兵 明年冬天一結束 有20幾萬要投注戰場 那麼已經先有一部分 8萬多的人已經投注戰場了 那現在20幾萬 那個新兵不是真正的新兵 他們是當過兵的兵在回鍋的 所以這些是有戰爭經驗的 有部隊經驗的 他們20幾萬要投注戰場 他們的武器 裝備都要滿足他們 各位想這個時候 俄國的軍公企業 他們要開阻馬力 可是他的火力一旦夠的話 這個戰爭一打 那情況又不一樣了 好 一邊說二月想和談 但一邊又說 是不是把他提出聯合國 然後又一邊 其實好像開始重整旗鼓 這樣仗怎麼打 先進廣告 我們剛剛講到了俄烏戰之外 其實現在說有可能 2023有一場新歐戰 這個就是科索沃 還有是塞爾維亞 原因是因為在塞爾維亞跟科索沃雙方 現在是緊張情勢加劇 而且你不要忘了 今年四月的時候 塞爾維亞才剛剛買了什麼 紅旗22 還有什麼 還有在年底的時候 開始跟中方的航線來通航了 所以大家就要問 如果這場仗沒有避開 真的爆發一仗的話 那中方的態度又會是什麼 有可能會影響到歐洲嗎 黃老師 這個問題其實從1990年代中期 就慢慢就一直演變到現在 沒有解決 我講沒有解決意思 應該最清楚的一個跡象就是 譬如說我們講科索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承認他 他只是 北京在科索沃的首都 有一個辦公室 有點像我們中華民國 在一些沒有邦交的地方設代表處 一樣的意思 也是維持了關係 可是中國大陸跟科索沃的關係 大概也就是那樣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他跟塞爾維亞的關係 就真的很好 而且中國大陸官方的立場 還是認為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部分 所以看得很清楚 科索沃他背後 大概就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這兩個老大哥在挺著他 所以現在科索沃跟塞爾維亞的 一個衝突越演越烈 我覺得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也在看 當然可能雙方的思考點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會猜測 俄羅斯他可能希望 這兩個地方的衝突再升高一點 讓美國比較難守衛兼顧 而且因為塞爾維亞 其實他的軍力是比較強 但是科索沃他有北約的駐軍 他有北約駐軍在 所以當然情勢會變得更複雜 這時候其實又可以變成 俄羅斯拿來跟美國談判的一個條件 因為你要不要把你南歐的問題解決 解決的話 我俄羅斯有很大的發言權 同時我們看到了這個問題 其實有時候 我們如果不要看那麼高層次的大國博弈 我們看看這個兩個 如果把它看成叫做分裂國家 或一個新興國家跟一個舊的國家之間 其實他們是因為 科索沃的北邊的領土跟塞爾維亞很接近 那邊的人其實很多其實是覺得 我是塞爾維亞人 或者我們民族上完全一樣的 我不要接受科索沃的統治 所以前陣子我們看到就是包括 他們的車牌 因為車牌問題就是 科索沃的政府說你們那邊的人 車牌要改成我們的科索沃的管理的車牌 那邊人不要 他們覺得我們要塞爾維亞的車牌 最近包括一些槍擊案的問題 還有像最近的雙方的人民緊張的問題 導致了塞爾維亞他決定要增兵 從1500人增加到5000人 這個數量大家聽起來好像不多 但是對於南歐這些小國家來講 特別對科索沃來講 5000人 所以塞爾維亞的特種部隊 比較精銳部隊 他的參謀總長到前線去了 這真的是一個比較緊張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有個新歐戰 或許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但是已經那個火柴盒 那個火柴已經被抽出來了 人家已經準備想點了 我們就看最後這個 最近過年期間的狀況 會變到什麼樣子 好 其實剛剛黃老師特別提到了 就在邊境當中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 甚至就連誰 連他的參謀首長都已經來到了邊界了 那大家都知道塞爾維亞跟中方關係非常好 而科索沃的後面是美國 如果這雙方真的是爆發一仗的話 那大家就會想問 中美之間在這背後兩國的後面 又會有什麼樣新的一個對話 或者是新的一個角力呢 是大家在外交場域上很擔心會有的一個新歐戰 滾下我們先進廣告 回來再繼續討論 最後一分鐘請將軍總結 想剛剛你主播提到塞爾維亞跟科索沃的問題 反正是兩個小國之間只要有矛盾 大國的常備管轄就進來 我拿你當談判籌碼 我拿你當棋子 我拿你消耗他 他拿你消耗他 所以被犧牲的應該是小國 所以你今天看塞爾維亞跟科索沃 跟今天我們看台灣跟兩岸是一模一樣 今天這個兵育制度難道是我們想要的嗎 對不對 是美國人逼得這樣做嗎 100億元來說是無償 現在變成有償還要加利息 然後每年20億拿不到什麼東西 20億在軍火生意來講是很小的數字 而且次軍飛彈標準飛彈 他現在沒有庫存 所以到5年以後再給你 要簽一簽收 對啊 前面給你都是機槍步槍這些東西 所以問題就是說 2024就是嚴重爆發危機 我們畢業制度才剛剛事情 就像那個螃蟹剛脫殼的 軟殼蟹一樣